8803,Sally想問 她說她不懂得看 她11個三買 短線可不可以彈上12元 還是要在什麼位置走呢 我覺得你 你繼續拿著手 用這裡 其實這幾天是開始轉運 就用9個8做防守位 如果你看她現在整個走勢 正向上 近期相關的炒作 其實她已經炒了一段 所以這裡就是要關注 究竟她會繼續去到什麼時候 以及緊急買入位的問題 但始終她現在還是一個 跑人大使的股份 上一次你買的那個位 應該就是首先油價高期 她走得比油價更快 因為前陣子油股走得更快 也是比較看好軟期的表現 但是看到這個扯軟了 說了油價 但是一個關注因素就是 看到近期美股的油股 開始回落 是不是投資者擔心 其實我覺得是需求面那邊的擔心 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內地封城 會不會是一個擔心軟期的狀況 還有八八三之前應該就是 也因為她匯A查上的 炒完一會之後 就已經打了下來的 可能剛剛就是炒了上去 是不是差不多匯A的時候 那天買 其實剛剛好人是見了一個短頂的 但是現在這樣的狀況 你就搜紙 你用九個八 不穿九個八 你可以等有沒有機會上回去 穿了你就看一下 會不會是要有些指洩的操作 九個八之後下個底就是 是去到八個九的 開始收時機的價格 暫時最近這裡是九個八 你可以憧憬一下 是不是這個九個八 企方穩有些指 因為你連到那個上升軌出來的 由上一個底到現在 暫時還是一底高一底的